你们领那个电子骨灰盒了吗 我没领 挺没意思 我为什么没领 因为我不可能再玩这个游戏了 我不可能再玩暴雪的游戏了 我心中领了 只能说暴雪也不是以前的暴雪 我也不是以前的我 魔兽只能算是在我的青春里面 占据了很大一块的回忆的游戏 但是暴雪好死 而且之前他妈的一直都在说好死好死 但是昨天官服的时候 还是有点难过 昨天官服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微博 我是翻到以前的很多一些照片 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这好像是1718的时候吧 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的内容 那天就是打龙战 然后我说输一把就下 然后就打了好几个小时 打到很晚很晚很晚的时候 都没有输过 他一路从几百名直接就打到18名 这个是小鱼鱼和丘氏 这个是在黄金赛的时候 然后这个是在和邦教练一起解说 还有千雪 我最喜欢一起解说的人就是邦教练 我觉得邦教练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大陆是也很厉害其实 卧槽你在我直播间 邦教练在我直播间 哎呀 这样说起你呢 这个时候淘妹就已经这么转了吗 跟他们比起来我好瘦啊 可是我那个时候都有很多人在攻击我 说我太胖了 说我像个猪 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是 我旁边的两个主播很不尊重人 都不睁开眼睛解说 这就是蔑视全场吧 闭着眼睛解说是吧 你看这眼睛 我感觉我眼睛有会长的五倍大 这个是黄金总决赛的时候 瓦娘和毕老师 我还记得这一场我口误了 这一场他好几场都是0比3 0比3就结束了 然后有一场打到0比2的时候 我就说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最后一局比赛 这个是我的战棋历史最高分 没上过1万 怎么打都上不了1万 就是蔡 这个是去比赛的时候 我们好像得了个亚军还是季军什么的 其实都是胖风的功劳 我就是个挂戒 因为这个时候我基本上都不打炉石 然后有一天他们结炉石区的那个瓶 对我看炉石区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他们想用这个照片让我说两句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谁才是真正的炉石区博 大家是工作之后累了 然后去打打真正喜欢的游戏 而我是工作之后结束了 去打打自己喜欢的游戏 谁才是真的炉石区博 我不好说 这个是上一届 就是我好像跟胖风参加过两届 有好多好奇怪的照片啊 我都不是很想放出来 帮教练你在不在帮教练 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看看你的青春模样 看我们甚至有一张他妈的看上去像结婚照 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引导我们这么拍 但是 我们还有更奇怪的照片帮教练 但是好像那一年大家拍的照片都很辣的 我再找一张你们就知道了 不是我跟帮教练的问题 我跟你们说 他摄像师他就想你这么拍 我摆的那些模特的姿势他反而都不喜欢 他就要按照他的来 我这边是不是请的婚庆的摄影师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一张已经很那个了 不是 太牛马了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大家都要这么拍照 很尬好吗 他们正拍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哇 干嘛穿我 你们以为是我们的问题吗 不是 这摄影师他有他的想法 他不听我们的 他非要这么拍 但是很有节目效果好吧 还有一张很奇怪的 我跟帮教练的 我跟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拉绳的 拉绳这个眼神看上去好难以言语哦 就很像他下一句就要说出一句死鬼 你才回来 这种感觉 很怨妇 我觉得绝对是搞婚庆摄影的 这个摄影师 有一个很诡诈的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算是我的黑历史吧 这真的要放出来吗 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不理解 这个服装是他们给我吞杯的 说很适合我 而且这个脚啊 它其实是一个帽子 但是呢 我根本就戴不上 你别说我的头了 就是当我的内衣可能都小了 我真不知道这个脚的这个帽子 是怎么设计的 能这么小 然后是整个耸在我的头上 然后用夹针夹在上面的 我觉得这里很像一个死克朗 这个是老实的 你就说这是为了啥吧 他的围巾都要比个新 喜结连理 这个就很正常 我感觉这个照片很习气 这一看至少是个兄弟情 喵 记得三连哦